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半导体代工服供应商台积电,日前在法说会展望未来,台积电预计其2025年第一季收入介于250至258亿美元之间,按年增幅或高达32%至37%。 毛利率获介于57.0%至59.0%之间。 相比之下,2024年第一季,毛利率为53.07%,意味着其第一季的毛利率仍按年显著提升,但这一指引区间的中位数为58%,较上季的毛利率59%低100个基点。 管理层解释,N2和CoOS扩产成本攀升以及海外晶圆厂开始贪息利润是主要因素。 2025年第一季的经营利润率指引区间在46.5%至48.5%之间,也高于上年同期的42.02%。 管理层特别提到了决定台积电盈利表现的几大因素。 市场领先地位、技术、开发和产能爬升、定价、成本节省能力、技术分布、产能使用率以及预期汇率,并指出N3产量爬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逐渐下降。 2025年的整体产能使用率将温和提高。 另一方面,管理层预计其海外晶圆厂将对其利润率带来2%至3%的摊势影响。 2025年第一季的影响将低于100个基点,但预计随着雄本和亚利桑纳州的晶圆厂产量的爬升,成本的上升会更加明显。 此外,台电价上调也将对其2025年毛利率带来至少一个百分点的影响。 N2和进一步将N5产能转化为N3产能产生的成本,也会对毛利率带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。 从更长远来看,若不考虑汇率影响,从其全球厂房扩张计划来看,管理层预计其长远毛利率可达到53%及更高水平。 管理层预计其2025年资本开支预算将介于380亿至420亿美元之间,较其2024年全年资本开支298亿美元,高出28%至41%。 2025年的资本开支中,大约有7成将用于先进制程,约10%至20%用于特定技术,约10%至20%将用于先进封装、测试、演磨和其他。 由此可见,台积电指引2025年以美元计销售额将增长约20%,云端AI仍是主要动力,而非AI板块则温和复苏。 全年资本支出,支引目标为380亿至420亿美元,越高于市场预期的380亿至400亿美元,以及瑞银之前预计的380亿美元,因为台积电未来几年将加强在AI、HPC和5G的投资。 台积电也将其5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预测从原先15%至20%,调高至20%,但维持公司长期结构性毛利率53%以上的目标。 瑞银将台积电2025年每股盈利预测小幅调高3%,大部分预期维持不变。 尽管该行认为,管理阶层对今年云端人工智慧的销售额过于乐观,但由于云端、边缘、英特尔外包等多元化的成长动力,以及技术领导地位的提升,相信台积电股价应相对具有韧性。 该行与其台股评级买入,目标价从1300元新台币调高至1350元新台币。 另外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认为,其所定义的晶圆代工2.0产业即涵盖逻辑晶圆生产、封装、测试、眼磨生产和其他等按年增长6%,低于原来的预期。 展望2025年,他预计无晶圆厂的半导体库存将恢复到更健康的水平,并高于2024年。 在AI相关需求强劲增长和其他中端市场温和复苏的支持下,2025年代工2.0产业的增幅有望达到10%,而台积电将超越这一行业平均水平,全年收入按美元计增幅或接近25%。 他强调,2024年,AI需求十分强劲,并且贯穿全年,来自AIGPU、A16和HBM等AI加速器的收入到其2024年总收入的15%左右。 他预计2025年,来自AI加速器的收入将再翻一翻。 尽管2024年,AI所贡献的基数已经很高,但他预计,未来5年,AI晶片贡献的年复合增幅仍接近40%的水平,并将成为台积电高性能计算平台最强劲的增长驱动力,在未来几年成为其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。 他预计,从2024年起的未来5年,台积电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0%按美元计。 产能方面,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晶圆厂已于2024年第四季高速运转,采用其在台晶圆厂的技术,为这家预计该工厂的产量将顺利爬升。 此外,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继续兴建第二家和第三家晶圆厂,应用更先进的技术,包括N3、N2和A16等。 日本雄本特殊技术晶圆厂的进度也十分顺利,已于2024年底投产,进展非常理想,第二家特殊技术晶圆厂预计会在今年动工建设。 欧洲方面,台积电计划在德国兴建一家特殊技术晶圆厂,专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。 在台湾,台积电正投资和扩张其先进技术和封装产能。 即将继续扩张在台的三奈米产能,并准备在新竹和高雄科技原分多期建设二奈米晶圆厂,并会在台多个地区扩张其先进的封装产能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董事长魏哲佳日前还现身台大,以如果没有台积电为主题进行了演讲,分享台积电在全球的重要性,以及美国建厂的新路历程。 魏哲佳认为,世界经济将停滞不动。 虽然对手会很高兴,但不会高兴太久,因为2026年后,所有自动驾驶会全部不见。 除了苹果手机等最新产品外,连冰箱、电视、汽车等产品都会受影响。 回忆美国建厂状况,魏哲佳坦言,进度不符合台积电原先预期。 他们在亚利桑那州,他一把鼻涕,一把眼泪,受尽各种训练。 他还分享了美国建厂时遇到的状况,包括懂得建晶圆厂的人跑光,最后是从德州找来建筑工人。 其次,当地政府各种法律都不同,美国要求建厂方出钱聘请专家,讨论如何订法规,总共订出来的规则也才18000多个,花了3500万美元。 最后是美国做不出来台积电所需的化学品等级,从台湾进口价格甚至比当地制造便宜。 此外,还有工会以及当地政府行政速度的难题。 魏哲嘉表示,光是最新技术需要进行申请,至少花掉两倍时间。 对于外界质疑,台积电未来可能会成为美积电。 他说,门都没有。 魏哲嘉再次重申了台积电的商业模式。 他表示,台积电与客户紧密合作,且一定要客户先成功。 他说,台积电具有设计能力,可以帮助客户能够成功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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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